李宗盛雄 郭文貴 謝謝David 然後我也要介紹一下David 我們Baby的話是我們台灣唯一有辦法在ORALLY的大會上面發表演講的人 所以我其實也蠻崇拜他的 那我今天的主題是有關於是說怎樣 其實這個是幾個月前然後我突然想到說 因為我本身就是很喜歡寫Python 然後很喜歡Python這個語言 可是呢 Python這個語言的話 他無所不能除了在瀏覽器上面他什麼事情也做不了 那我們知道說現在有很多應用程式其實都在瀏覽器上面完成 所以我在想說那我可不可以有什麼方法可以讓Python在瀏覽器上面可以執行 那過去有很多方 嘗試過很多方式 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 包含就是在瀏覽器裡面直接職員派上這個語言 那因為剛好我就到Morilla工作的時候 然後有機會就去Study他的JavaScript的Engine 就是我們頭一遍上面看到這個SpiderMonkey這個Engine 然後就是看到也有Study一下他的VM的運作 裡面的Bycode大概是長什麼樣 所以就突然就有一個點子想說那我是不是 比較簡單的方式就是我在SpiderMonkey上面做一個那個Bycode的Loader 然後把我們Python上面產生的那個Bycode轉到SpiderMonkey的Bycode 那我把它漏進來的話那這樣就可以去執行他這樣子 那有這個想法之後那我剛好就是CostCover就投稿了 然後在真稿的時候那我就投稿了 那本來想說有兩個月的時間我應該可以 有很充裕的時間可以準備 然後事實上也不是其實到最後一個禮拜都還開始在趕工這樣 好那我先來講一下那個Bycode 其實現在Bycode其實無所不在 就是我們現在接觸到的大部分語言就是 比較高階的一些Squibber或是動態語言 像最近幾年比較紅的可能只有Python Ruby 然後跟之前可能是Per 然後甚至JavaSquibber其實在實作上都會有Bycode這一層 那他目的是這樣就是說因為我們在傳統的那個Squibber執行的話 他要先去Parse然後一行一行的去解譯這樣 然後他這樣的話會變成執行速度會非常慢 也不容易做Long Time的一些那個Altimine 所以就那個Bycode的導入 那他的想法是說我先把那個Sourcecode 轉譯成一個比較容易接近於機械碼的一個 中介的一個OPcode 他就很接近那個機械碼 可是他又比機械碼要高階一些 然後可以提供一些額外的功能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在那個解譯的時候會比較快 那後來就又發展出Git就是JIT的這樣的技術 那透過JIT的技術的話 那有Bycode的話那就更容易就是把它轉譯成那個Git 就是轉譯成機械碼 Long Time的時候去轉譯 可是後來也有一個做法就是說 像JavaSquare Engine來講的話 剛才講到那個SpiderMonkey他有Bycode 可是另外一個我們比較熟知的就是 Chrome的那個 Browser的那個JavaSquare Engine 就是VA 那據說他是沒有Bycode 沒有中間沒有經過Bycode 就是自己的轉譯成那個OPcode 就是CPU的指引機 那就自己的執行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在轉譯的時候 第一次轉譯的時候會非常快 所以他執行的時候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會相對也會比有Bycode快 可是另外一個缺點是說 他就沒有辦法去做一些Hasbar 還有一些事後的Altimai 就是說我可能Provide之後 然後去做一些Altimai 也不能說不能做 會變得比較困難一點 好 那這是Bycode 然後再來就是我來講一下Python這樣子 其實Python這個語言來講的話 其實他是一個 對於沒有學過Python的人來講的話 會覺得這個語言其實蠻奇怪的 大家熟悉的語言可能都是用括號啊什麼 他就偏偏不要用indent 就是縮排 那其實如果說你有幸就是 年紀更大一點的話 可能有學過什麼Cobo的話 那也不覺得說這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因為在故障語言其實也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其實他學習起來是非常容易的 就是 他當然有很多很強的功能 那可是那些也不是必要的 那大部分的語言可能 你大部分的時間可能使用到這個語言的 可能80%的功能這樣 所以 基本上他學習起來的曲線是蠻簡單的 而且寫起來的話就是 會比較感覺比較簡潔有力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優點就是說 他像 就像時下的各種Square的 language 一樣他是一個動態的語言 然後這個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在你coding的時候可以很快速的 就是去完成你一向的工作 因為你可以用比較抽象化 比較高階的一些概念 然後來model你的問題 那在我們 在我這個project裡面的話 其實就也有應用到這些特性 等一下後面會稍微提一些 好 那 那 JavaScript的另外一句的話 我想大家應該都蠻熟悉的 但目前web的世界裡面幾乎就是 你已經找不到第二個語言 可以在 所以 現在每一家瀏覽器都有支援 JavaScript 那 所以說你 只要是做Web上面的 application的話 那 一定要學會 JavaScript 你 現在應該很少人回到過去說用CGI 然後 一頁一頁去refresh這種方式 現在已經沒有 即使你用PHP 你也會 在裡面夾載一些JavaScript 然後做一些更快速的一些反應 好 那JavaScript 這個沒有正式的統計 不過我個人認為 他應該是目前 主流的Script language裡面 執行速度最快的一個語言 因為 主要原因是在說 過去幾年就是有一場 JavaScript engine的一個競賽 然後這個參與者就包含了 Google 然後 Morisa 還有 還有就是Milosoft 那 大家就是競相要把 他的那個 JavaScript engine給提升 那 最早的話 這個歷史我不是知道的很 確切 不過我的印象中是 最早是 在 在那個 Firefox某一個版本開始 他們就決定說要把 JavaScript 加入JIT 然後 然後還有就是加上一些 動態的 UTIMI的東西 然後接著開始 就是JavaScript engine 就大家就 投入很多 那個 resource在這上面 所以接下來幾年就包含 Google推出了 VA 那 VA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是 那個JavaScript engine 就是 讓大家可以看到 JavaScript engine 它的到底 可以做到多好 然後它等於是 梳立一個標竿 那後來 Maria這邊的話 其實 它也苦苦在後面追趕這樣子 那 追趕了幾年之後 最近來講的話 其實 兩個engine其實都 已經 那個水準已經到達 一個 就是說 大概就是 比 但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 這種 高階語言的話 就是可能 Java算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 Bench 應該說大家比較的一個對象 那 跟Java來比的話 JavaScript的速度 大概就是 弱在可能是 二分之一左右的一個速度 那 Java 那Java跟 譬如說 以C或C++來寫 那個比較的話 可能就是 弱在可能是 兩倍到三倍之間 就是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之間的速度 所以 其實整個 動態語言來講的話 它的速度已經 越來越接近於 Java 或是那種 C C++ 這種速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Python的 最基本上 我們寫一個程式的話 最常會見 就是要 Define Function 那Python的Function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譬如說 Define 然後Test 然後會有兩個參數 那裡面就是一些計算 然後就Return回來 那這 這個 Function裡面有幾個特色 有幾個就是說 特點 第一個就是說 你會發覺就是Python這邊的話 它 變數的定義 其實它是 你不用事先去宣告 這樣 你直接去Assign 它當然有一些路由在裡面 那這些路由的話 一旦 你 不 如果說 第一次學的話 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 可是如果熟悉的話 其實 這還是蠻方便 那接下來我們看JavaScript的例子 其實兩者 兩者其實非常接近 這是JavaScript寫一個相同的程式 然後你會發覺就是說 它就是多了一個宣告這樣子而已 那這個最主要是NameScope的一些定義的方式 就是不一樣 好 JavaScript這個我忘了在後面加分 好 JavaScript又加分 好 那有一些JavaScript你可以不加分 它還是可以幫你正確的翻譯 這樣 好 那我剛才有提到說 我整個project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說可以在兩個語言 就是從Python轉譯到JavaScript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剛才提到的Bycode OK 那這是剛才那兩個function 就是JavaScript 一個Python 然後一個JavaScript的Bycode 那我們來一行一行 比較你會發覺 其實它非常接近 你看 這是實際它編譯出來的Bycode 是這樣子 第一個 第一行你看 這是ロdeFest 然後0 它這邊就GetAcumen0 然後這邊 ロdeFest1 這就是GetAcumen1 然後譬如說這是相加加號 然後這邊就是Add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後面也是一樣 這ロdeConstants 這邊就是一個Integer 然後多少這樣子 後面一個人就相加 到最後有稍微不一樣的地方 只要多了一個Pub 然後這邊沒有 那其他就看起來都一樣 Return 它也是一個Return 所以你會看到說 它的那個Bycode是非常接近 其實這種情況在很多語言 就是現代的那種 會產生Bycode的語言來講的話 它的VM還有Bycode的設計 其實都大同小異 所以基本上你要在這兩個語言 裡面去轉換的話 其實你會發覺 就是說可能80%的語言 那個指令其實是可以直接去對應 只要做一些小修改 可能Format也不太一樣而已 然後整個指令其實都大同小異 所以在轉譯的時候 你就會可能你只需要一個Map 然後有一些資訊 比如說欄位還有就是長度的資訊 你就可以很快的做轉譯 好那我們實際看一下說 目前就是 如果說我要在那個Python 或是JavaScript Engine上面 然後如果你要看它的Bycode 要怎麼去看 那這個現在螢幕這邊看到的是一個 我把它移上來一點 好 這一個是JavaScript Engine的那個 的執行環境 然後我用的是就是 Modela的那個JavaScript Engine 那你在編譯的時候 這是 譬如說你編譯Firebox 或是Modela其他產品 或是用Gecko平台的那個產品的話 它編譯完的時候 其實它會產生一個 嗯 怎麼講 它會產生一個 叫JS的執行檔 那這個JS執行檔 其實就純粹的 那個Interpreter JavaScript Interpreter的部分 那可是大部分 其實這些應用程式在install的時候 並不會把這個東西install 到那個執行目錄 比如說你的Local底下或是什麼 它大部分的產品是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必須自己編完之後 然後到那個編譯的目錄底下去 找這個東西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一些 就是譬如說 我隨便定義一個簡單的Function 好這是一個簡單的Function 然後在這個Interpreter裡面 它其實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幫我翻主意 它的Bycode 好 好那你就會看到說它翻主意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樣子 我們有三個 因為我們這邊 需要使用到三個 就是它的Argument 就是參數 所以它就先做三個動作 就是把Argument 0123拿出來 然後放到Stack上面 裡面 因為現在大部分VM 都是用Stack-based的VM 在implement 所以它就會先把 需要把所有的資料 先Push到Stack裡面 然後接下來就做 加減乘處 就是做一些Operator 比如說它先做乘法 先把乘法的話 因為最上面兩個是1、2 就是Argument1跟2 就是我們的B跟C OK 然後這邊就乘的話 就是先做這個部分 B跟C的相乘 做完之後再做加法 加法的話 因為這個乘完之後 它會把這個 1跟2拿出來 從Stack拿出來之後 然後把結果再Push回去 所以說Stack上面 就會剩下就是 相乘的結果 還有這個Argument0 就是我們的A的部分 所以它做相加的動作 結束之後 它做一個Return Return就會把Stack裡面 最上面的那個值 把它Return回去 這樣子 好 這個是Python的畫面 好 在Python這邊的話 你就需要 我這邊定義完 跟剛才一模一樣的一個方式 接下來我就 先 import一個叫DIS的module 那 這個DIS的module 就是用來反主義 就是Python提供的反主義的那個module 那你呼叫你這個module 裡面的DIS這個function 它就可以幫你做反主義 然後反主義的結果 你會看到就是 跟剛才幾乎也是一樣 這個的話就更接近 它就 一樣就是先load到Stack裡面 之後乘 然後乘法之後 一樣就是Stack裡面留下 它就是第一個 第0個那個Argument 然後還有乘法的結果 然後再相加 最後就Return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 回到前一個畫面去看的話 這前面三個指令 然後接個兩個operator 然後Return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前面三個就是load到Stack裡面的指令 然後兩個operator之後 然後Return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結果就是一模一樣 這樣子 那 所以我們在轉譯的時候 會相對來講會簡單的非常多 好 好 那SpiderMonkey這個JavaSquare Engine 是Moriya的 就是Get Call 這個 platform裡面的一個JavaSquare Engine 那它的好處是說 它有by call 那有by call的話 我們再用其他語言要轉過去的時候 會相對容易 我不需要重新implement整個VM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我只需要做一個loader 那很幸運的是 就是SpiderMonkey它要寫一個loader 其實相對也簡單的非常多 因為它裡面提供的一些 它原本就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 我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 就是Firebox run起來的時候 那我們知道Firebox run起來的時候 它所有的UI的行為 就是用JavaSquare 還有HTNL 或是Rule去定義還有控制的 那所以說你剛load起來的時候 那如果說要做JIT的話 相對 它要做那個編譯的動作 那個執行的速度 啟動的速度應該相對就會慢很多 所以它有做一個功能 就是把這些之前前一次開的編譯的結果 然後把它存在一個local的檔案裡面 catch起來 然後等到下一次從開機的時候 可以從這些catch裡面直接load進來 所以它原本就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機制 所以相對我們要做 就是說做一個loader的話 就會比較簡單 就是模仿它的做法 然後做一個loader 然後從一個檔案 把我們要的loader load進來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loader 想要做好 做一個項目的一個 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要做一些 是要做一個項目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為了這個project 然後幫他加上就是在剛才那個share裡面加上的一個function 你會發覺這個function其實不長 大概應該不到100行吧 OK就大概有3、4行左右 然後他其實做的工作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我傳進來參數然後有指定一個檔案 然後我就把那個檔案的內容全部讀進來 然後呼叫這個function 然後幫他把它decode 然後decode完之後 接下來我就initialize一些global的 就是說他的global namespace是哪個這樣子 就這些簡單的initial完之後就return回去 那就可以執行了 好那等一下的話我會demo一下說怎麼樣實際去執行他 好那剛才提到說這個loader就是說我們把load進來他會有一個檔案格式 然後在spydermonkey這邊稱為xdr sdr的話如果說大家對網路proc比較熟的話這個名詞應該不陌生 它是external data representation的那種索寫 就是一些資料的外部表達的形式 那這為什麼會有這個呢 因為你產生出來的東西你可能需要 譬如說我們在網路上的話 我有很多不同的機器 那我們有機器他的那種cpu 就是memory的layout方式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你需要一個中介的表達方式 先儲存到那個格式然後到另外平台的時候再轉回到他local那個cpu所能接收的一些格式 所以我們需要這種sdr 那他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那雖然說對這種存bycode來講的話可能沒有實質的效果 因為其實大部分你產生bycode在A級7產生就會在A級7使用這樣子 不過如果說我們可以 或許有一天有人會想deliver一個bycode的binary出去 而不是deliver一個sourcecode的時候 那這個sdr就會變得很重要 因為它會涉及到你的boundary 還有就是你的byorder什麼這些的問題 都可以在這個sdr的表示形式裡面去解決 那我在這邊的話就寫了一個這個sdr的parser 還有generator來用python寫 那這邊的話這個的話就會提到我們剛才 就會用到我們剛才講到一些python的動態語言的一些特性 好那最主要就是目前就是它定義的方式是這樣 因為我們裡面有很多structure 那一般來講的話我們譬如說我們在c 或是cgi裡面然後或是其他語言 那你想到最直接說表達structure 可能就那個譬如說用c的話用structure 或是用cgi的class去表示它的format 那所以我在想說就是可不可以用類似的方式 我就是安排說第一個欄位是什麼 第二個欄位是什麼 然後是什麼type 這樣它就可以自動去pars完這樣子 ok所以我就定義了一個東西 就是像這樣叫sdrtype的東西 然後繼承這個type之後 那你就需要去這樣選 比如說我知道第一個欄位是一個integer 32B的integer 然後第二個是叫sqib的type ok那我只需要這樣去定義這個type的話 那我就完成這個type的定義 接下來它就會自動完成 那這個sqib的話 其實定義的方式也像這個core function一樣 其實我一樣定義說我第一個欄位是什麼 第一個欄位是什麼 那我就可以自動去完成 那為什麼會這麼神奇呢 那其實這最主要是我定義的這個sdrtype 然後定義的它一些共通的一些行為 然後大概就是有這四個function 就是說我要知道說每個type它的size 每個人位的size 然後怎麼樣去pars呢 怎麼樣去產生 就是說我pars 從binary再轉回到外部sdr的形式 還有就是我怎麼樣取的一些空的instance這樣子 ok那真正的魔術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在定義完的時候啊 我會呼叫一個叫initial的function 然後這個function會把整個module scan一次 然後去找到所有sdrtype的subtype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裡面就是去assign一些 譬如說name啊 就是說去scan它的那個所有欄位 然後幫它把那個欄位的名稱 assign到那個 那個名稱assign到那個 我們前面看到這個 ok 譬如說我這邊有定義兩個人 那我怎麼知道說它的順序是什麼 我們從肉眼看很簡單嘛 可是實際上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知道python它是一個dictionary 是沒有順序的 所以你必須給它一些順序 那所以我就按照它執行的順序 所以每次這個 unit32script 它其實就這個sdrtype 然後在它create這個instance的時候 我就給它一個順序 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給它 譬如說先給它名字 然後後面這邊的話 就給它一個順序 透過這個順序 我就知道它的順序 我就可以 透過這些資訊 我就可以去知道說怎樣去pass 它的第一欄位是什麼 第二欄位是什麼 所以整個pass流程就可以自動完成 好那接下來我再大概demo一下 就是說我現在做出來的東西 好那這個的話 就是我事先已經先寫好一些東西 然後它會做轉譯 然後這個的話最主要 因為時間關係 我大概就是講解一下 就是說它是把一個檔案 就是在data的目錄底下 它有一個已經存在的sdr 然後把它轉譯成 這個應該是我從那個python那邊 extrade出來的bycode 然後把它轉譯成 這個目錄底下的 這個bycode OK那我現在就是要在 我們的interpreter裡面 javascript interpreter裡面 把它load進來 好就是用這個指令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read xdr function這個loader 把load進來 load進來之後啊 你會發覺它會出現怒 那其實這個我也還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子 不過它可以動這樣 好然後你 它也是可以動 然後接下來我就去執行它 把它當成一個function使用 譬如說1 2 那它就會計算出它的結果 那它這邊的話其實是 AXV加 A加AXV這樣子 對一個很簡單的function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bycode 把它load進來就可以 那我們來實際看一下bycode的內容 OK那這是它產生的 然後就是根據剛才我們定義 就是透過meta.com的方式去 定義那些欄位之後 然後它就會很神奇 就會自動就把它pass完 所以你就不用一個一個欄位去寫說 這個欄位怎麼pass 那個欄位怎麼pass 所以這整個定義的話 相對就會簡單非常多 好 我的talker都到此為止 請問有問題嗎 請問這個XDR 以前NFS的XDR 哪有選擇 沒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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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這樣做跟那個 好像是有點相反的感覺 是不是 不好意思我沒聽懂 不好意思我沒聽懂 Mozilla的Nscripten是 把Python轉成LVN再轉JS 放在瀏覽器裡面跑 那你這個好像是反過來想要 讓瀏覽器直接執行Python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 這是我自己自己 私底下做的一個side project 那我的想法是說 既然現在JavaScript的Engine 其實速度非常快 已經現在大概所有VN裡面 就是高階語言的 應該說Dynamic Language 或Squery Language裡面 VN來講的話 JavaScript的Engine 算是最成熟 然後發展速度也會最快的 所以我希望說 因為Python的VN 我們都一直知道說 它指引效率不是很好 所以希望說可以借用 就是JavaScript的Engine 的VN 然後來幫那個Python 提升它的速度這樣子 所以想法其實是很單純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想到就是說 我們頭裡面其實有一張 就是說我們接下來的話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 譬如說Internet的標準 的Bicode的Format 然後讓大家所有的語言 都可以Porting到這個平台上面去 可是後來想一想 好像不太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Bicode的定義 其實涉及到VN本身的始作 對 那我想每個廠商都會想說 我的Bicode最好 因為它的始作已經弄完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不太可能的事情 謝謝 謝謝 謝謝